各位朋友大家好 冰箱現在人在 澎湖的文康商圈 今天就是 跟朋友來這邊走走看看 現在疫情剛解封 然後這邊很多的電器都沒有開 那最有名的是那個北新橋牛渣湯 剛剛我們過來的時候發現它還是暫停內用 所以等一下就來外帶一下 給大家看看吧 因為那個北新橋牛渣湯 現在疫情期間就是沒有開放內用 所以我們只能外帶 然後觀光客來到澎湖 就是現在外帶就是很麻煩 就是不知道去哪裡吃 然後今天風很大 也不知道去哪個室內吃 所以我們就跑來觀音廳 然後燃到海風 吃五肉湯 各位要拆解這個牛肉湯 基本上是早餐店 對啦 然後我們今天在這邊 它大概是早上五點多就開了 對 它主要是有賣牛肉湯跟牛渣湯 然後一些那個肉包啊 餡餅啊 煎餃啊 煎餃啊 韭菜盒 不過今天韭菜也賣完了 所以冰箱 只能把他們店裡面的那個 就是少了一樣韭菜盒 其他都買到了 好那因為在觀音廳這邊今天風太大了 所以實在太課難了 那我們就示意一下 這是它的牛渣湯 它的牛渣湯 的料就這麼多 這一碗是一百 一百 一百一的樣子 那這是它的牛肉湯 牛肉湯的 肉是現燙的 那這都是黃牛肉 肉量也蠻多的 那這樣的碗湯的錢是一樣的 好那我們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那個 額 額童 對這種額童在鑽的那個洞 哇這也好溫暖 那今天就看這個是 是那個牛渣湯 那這裡面就是它小碗的所有的料 就是有牛腱肉 牛肚 反正這是牛渣 肉量算蠻多的 然後湯頭都是一樣的 那這是牛肉湯 它牛肉就是剛剛講是現燙的 肉量也是蠻多的 這個肉量 那店裡面還有 五種 其實它是一個早餐店 然後 它有那個韭菜盒 韭菜盒今天我們去賣完了 那這個是韭菜包 然後這個是餡餅 那他們家的餡餅就是用那個肉包 就是肉包去炸的 它之前那個旅遊忘記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東西 太晚去是吃不到的 然後煎餃 一分是三顆 這是肉包 這是剛剛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餡餅的原型 好 那我們現在來 來試試 首先先看他們家的招牌 這是他家的那個肉包 那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澎湖這邊 一大早 就是吃牛肉湯啊 牛渣湯啊 因為 因為澎湖這邊是陶海的 所以 早上這個時間通常都是魚船剛回來的時候 然後這些其實都是 陶海的在吃的 等於是他們晚餐 因為他們吃完 吃完這些東西 就會回家睡覺 所以 不要以我們的早餐印象 來看他們這邊的早餐 他們這邊的早餐 等於是他們的晚餐 這大概是我最看的一集 好多餐廳 不過這個肉包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 再來吃這個 餡餅 就是他的油炸板 再來吃這個 餡餅 餡餅就是剛肉包 就是炸鍋的肉包 基本上 是一樣的 不過他的皮啊 已經變得很酥了 已經變得很酥了 這就是他餡餅 是這種 油炸的肉包 這個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韭菜包 那今天那個韭菜盒 沒有了 那韭菜盒 也是這個韭菜包 下去炸的 所以沒有包那個韭菜 中粉跟豆干 再來吃這個餡餃 餡餃是三個一份 三個一份 那這個肉餡跟剛剛包的去一樣 好繼續啟動 繼續啟動 繼續啟動牛腦漢模式 好那我們現在喝這個湯 這是牛肉湯 剛剛有看過那個 牛肉很多 這個湯就是 完全就是用那個 新鮮的牛肉 就已經 泡出來了 應該都是當地的黃牛 這邊有那個肉 肉味很濃 然後他的吃法跟那個 可能 會覺得跟台南牛肉湯的臉一樣 但是其實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是牛雜湯啊 牛雜湯的湯頭 跟那個 牛肉是一樣的 很軟 那我們就來看他的肉 我們就來看他的肉 它有那個牛腱 牛腱 很軟 然後還有那個 牛肚 那新鮮的牛肉 就是完全都沒有什麼腥味這樣 那基本上今天是 很久沒有來的時候 全部買幾份 平常是根本不能吃這麼多的 大概一碗湯 一顆到兩顆包子 就會很飽了 這本大概飽到中午 那個 北新橋牛雜湯 今天我拍這一段實在是太客難了 所以就先介紹到這邊 然後大家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也是情報不漏接 那這一集就先到這裡 好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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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